长颈鹿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哺乳动物 它们以其独特的外形和行为习惯而闻名 长颈鹿的一生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出生,长颈鹿的妊娠期约为15个月 新生的小长颈鹿重约50公斤,身高约2米 出生后,小长颈鹿需要学会如何站立和行走 通常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些基本技能 在此期间,母长颈鹿会保持非常亲近的关系 对幼崽进行保护和补育 青年期,长颈鹿在3岁左右进入青年期 此时它们的身高已经达到了3.5到4米左右 青年长颈鹿开始寻找自己的领地 并与其他长颈鹿竞争资源和伴侣 在此期间,长颈鹿的颈部也逐渐变长 由于颈椎和颈部肌肉的发育 使得长颈鹿可以更好的采食高树上的叶子和嫩枝 成年期,长颈鹿在4到5岁时进入成年期 此时它们的身高已经达到了5到6米左右 颈部也变得更加修长和柔软 成年长颈鹿通常是孤独的动物 它们在野外生活时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它们可以在需要时合作 例如合作寻找食物或保护自己免受天敌的攻击 老年期,长颈鹿的寿命约为85年左右 在老年期,它们的身体会逐渐衰老 老年长颈鹿可能会失去它们原有的力量和敏捷性 需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生存 总之,长颈鹿的一生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机遇 它们在野外生活中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和自然条件 但它们也因为自己的独特性格和能力而成为了自然界中最迷人的动物之一